我們現在要上的東西叫做力矩跟淨力平衡 我們要先解決力矩的問題 然後呢會扯到個槓桿原理 那我後面會再提一次 這是我們古時候就教過的話 叫做兩力平衡的條件 你還記得嗎 什麼箱桶 大小箱桶 方向相反 所以我們在一條直線上 這個是我們以前教的兩力平衡的條件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就要在線上 但是如果用合力的話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就是合力等於0了 那為什麼要再多加一句 叫做做在一條直線上 因為像這樣 這樣這兩個力是不是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我可以自己拿一個原子比試一試 如果你這樣做那個原子比會怎麼樣 會轉 會轉 而且就只要那數字中轉 它會旋轉 我們要教的近力平衡是 如果原來是靜止受力之後仍然保持靜止 叫做近力平衡 這個再轉顯然就不是近力平衡 就是不是我現在可以講的平衡 所以這樣子 雖然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但是沒有平衡 現在多加一條直線上 就在一條直線上 那麼這個轉的這個作用 這個物理量 我們就稱之為力矩 如果東西有力矩 那它就會轉動 如果東西有在轉動 我們就說它有力矩 所以我們就這個力矩 就是一個會使物體發生轉動的作用 發生轉動的物理量 會轉動表示有力矩 有力矩就表示會轉動 那問題就是力矩跟哪些因素有關 你看到力矩有個力 好像應該說跟力有關 跟力的大小有關 但除了力的大小之外 我們就問了這個問題 這個門上面要怎麼樣推 才會容易推動 好 我們這邊 這個門 這個門 假如我用一樣的力量 我用一樣的力量去推 哪一個狀況 它那個門容易推得動 還有一個狀況是你永遠推它都不會轉 有哪一個情況是你怎麼推 怎麼用力它都不會轉 所以我們就看看這幾個情況 哪一個力量它最容易轉 你的生活經驗就會告訴你 誰最會容易轉 F2 F2 還有一個經驗告訴你 有個力量怎麼用力它都不會轉 是誰啊 F1怎麼用都不會轉 那就是扯到了力舉跟哪些因素會有關係 所以我們康瑄就有個影片來介紹會影響的關係 請 下 現在我們要來探索 影響問題轉動的音速度有些 我們想來看一下 我們在門口 或者顯示一下 也像一個遍 我在同一點 力量不一樣 力越大越會轉 所以跟力有關 然後放不同位置 我用一樣 越外面的 所需要力越小 比較容易轉 角度 有一點的拉環 一個的不同方向拉動的方向 觀察門板轉過的瞬間 能夠更余重大小 我們發現 當作用的固執 失力的方向 和門板的夾角 越來越近90度 這就是要跟各位講 我會影響的因素 我會影響的因素 就是這三個因素 第一個 你 失的力有多大 第二個 就是你跟支點的距離有多遠 第三個 還有你的角度 失力的角度 這個等一下在公式中就會出現 不出現 OK 所以 影響到轉動的因素 也就是影響到力矩大小的因素 有三個 一個是失力的大小 一個是跟支點的距離 第三個叫做 你失意的角度 這些都會影響到你的力矩 影響到你的轉動 OK 那等一下就會在公式中出現